199 信報財經新聞局撤回報導兩高層分而辭職 2015年7月22日 E.J. Global C.C.A.17 美國網媒局爆出新聞審查風波 兩名編輯高層不滿被資方抽起一則新聞 分而辭職,創辦人登頓Nick Denton承認做法存在問題 他會承擔責任,但強調該則新聞 或以令公司損失七位數美元廣告收入 有關新聞上週四發佈 報導一名以分直男媒體高層試圖找同性尋寬 報導夜來極大批評,至少一個客戶抽廣告抗議 翌日,Gokker執行合夥人以四比以通過撤回報導 被編採員工炮光脂肪干預新聞自主 總編輯雷德·Max Reed及執行編輯克拉格斯 Tommy Craigs週一辭職,呂德稱,抽走新聞破壞編採防火牆 不能接受,令號稱全球最大獨立媒體公司的 Gokker淪為肖病,呼籲舊同事爭取編採自主 克拉格斯透露,抽廣告的客戶包括Discover及B.F.Goodrich 登頓同意,管理層不應干預偏才,但認為一名秘密 同性戀者的視生活不值得報導,E.J.Global時事局撤回報導 由兩高層分業辭職